三二 沒跳到腳抽筋 都玩到飛 有些新生是跳得不錯 但是因為是BATTLE 所以盡量眼睛要看對方 就是有時候可能 這邊出得很好 然後這邊也不差 但是他比他好的時候 他跳一直看著地板 但他眼睛都看著他跳 因為是BATTLE 你假如跳一直看地板的話 那就沒有BATTLE的意義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可能會比XX 或者是給這一邊 因為他沒有眼睛指示的對方 對 就是因為是BATTLE 所以要有對抗性 假如你不看著對方跳的話 那就沒有BATTLE的意義 對 謝謝 好 接著請我們小白學長 大家好 然後我覺得新生們 普遍跳的都偏壞 但是因為比賽滿 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比賽 所以難免會很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音樂的Flow 一直都是穩定在輸出 或是做配話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仔細 放慢心境去聽音樂 這樣跳 因為普遍大家 在跳的時候都蠻搶拍的 就是可以再聽慢一點 再把音樂聽細一點 再去做一些基礎的配話 這樣會很好 對 謝謝 謝謝我們的小白學長 再來是我們的國軍學長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國軍 那我想講的都被前兩位評審講掉 那我現在 呃 呃 講的就是 就是大家今天其實跳得不錯 那 也沒有就是 受傷 我們就是安全的 去完成一場比賽 這樣子就是最好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的國軍學長 再來是我們的鮑魚學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覺得 今天新生杯的大家 就是 都蠻有自信的 對 雖然 跳得好多跑都是重的 就是 你有自信的話 就先 對 就這樣 謝謝我們的鮑魚學姐 再來是我們的童恩學姐 嗨 我是童恩 呃 最後想要跟今天比賽的各位新生講 就是 呃 比賽一定會有勝負 所以 就算你沒有得名也沒有關係 不要氣餒 因為你不知道未來還有你的機會在跳舞 所以你就要把你現有的時間 就是在大學這段期間 就是好好把握 對 哇 社會人士的心靈吉他 讓我們謝謝 童恩學姐 Melody Talk 今天是我們的開放 開放